越来越多人关心食农教育 不过您知道还有食鱼教育吗? 桃园市首次举办双港加年华 结合永安以及主委渔港推出系列活动 带民众认识鱼的种类 体验传统渔法 市长张善正更是小漏厨艺 推广渔港美食 将小黄瓜、香茅、洋葱 以及海鲜加入酱汁拌匀 记者会上桃园市长张善正 用当天捕获的海鲜做料理 小漏一手厨艺 桃园市的永安及主委渔港 将在7月20号到8月底举办双港加年华 市长张善正秀厨艺 号召民众来渔港看表演吃海鲜 其实不只是双港 我们从主委到永安一路的桃园海岸 有沙丘、有灯塔、也有湿地 如果是傍晚要看夕阳的话 走一走海风吹来非常的舒服 看完夕阳吹完海风以后 到不管是永安还是主委 享用海鲜更是人生一大乐视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双港加年华 希望我们所有桃园还有北部地区的朋友 都来一起享受 桃园市府首次结合两大渔港的夏日活动 为期40天的双港加年华 不但有食渔教育、夏日演唱会及传统渔法体验 也会有免费的海鲜供民众品尝 我们有很多的海鲜美食 然后大家来shopping也来现场品尝 那我们也推出非常多的优惠 包括在假日期间到现场 购买相关达到相当额度金额的部分 就可以兑换纪念品或者是折价券 在两个渔港的周末周日 我们分别会邀请到包含像安心雅、郭靖 南方二则龙杖各式的这些歌手 都会到现场来演唱 永安渔港是全国唯一的客家渔港 主委渔港则可以看到飞机起降 两大渔港各有特色 借由双港加年华 也让民众在夏季感受不一样的渔港魅力 感谢观看